作词 作曲 李宗盛 这大金都是纯金打造 敌衣更是金线之锦 怎会不忠呢 我是说明 今日是第一次上场 心里很尘重 想起来 你也不信心 你永远 你这个人 你按照 这是真的 我 我的 我 人 这是 你 你 这 这个人 你 如此 我 言 臣拜见弥妇人 拜见大王 诸卿免礼 今日屹立何事 臣出礼己有奏 准 先武王荡在洛阳宾天 子宫已经运回咸阳 因朝廷内乱 时时未曾落葬 既然武王荡的灵鹫已经回到咸阳 当葬入亡陵 是 惠后所言极是 甘相 你说什么 微臣说惠后英明 芈月糊涂了 甘相先前一直遵芈姝为惠后 何以又尊我为惠后 芈姝施德 当废尊位 如今大王政位 当尊您为政位 为母后 赴先王氏 为惠闻后 芈月最恨人云亦云云 既然惠后之称已被占用 那芈月懒得去争抢 还是免了吧 我们 做臣子的 总得给大王之母后一个尊位 尊不尊在心里 不在嘴上 臣以为 芈姝以惠闻后身份 行令数年 未免混淆 当为芈夫人令你一尊号 臣赞同雍大人之言 臣也赞同 这雍大夫之言的确有道理 臣也赞同 既如此 不知朱卿你何尊号 吾王以君王之尊 而孝匹夫之举 因之与命 令得秦国大乱 此乃米书教子无方 有失母德 想当年周吾王 英年而逝 一下成王年幼 姓得母后王将辅佐 匡正王道 从而成就周氏江山数百年 至今不灭 周氏三母称 太任 太四 太疆 臣以为 当以太字为尊号 称太后 太者大也 也作太子 而以为形容未尽之意 古以太字为最尊 王之楚为太子 王之母当为太后 臣以为 米书有失母德 太后当尽母职 代王摄政以匡正王道 行古人未行之心正 故建议 自今日起 王之母当不负前王嗜好 另行单独称为太后 不知可否 臣以为 魏冉将军 庸睿大夫 所言甚是 樗里子 以为如何 臣 但尊王义 既如此 自今日起 就尊圣母为太后 寡人年纪尚小 为了大秦王业 当有母后 临朝称至 代掌朝政 臣 拜见太后 愿效忠太后 凡有所命 誓死相随 臣拜见太后 愿效忠太后 凡有所命 誓死相随 以悦愿与众卿携手 欣我大秦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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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翁远前三百零六年 在魏冉和初立吉等人的支持下 秦昭王赢计登记 因其年幼 其母李悦听证 自此开端 中国历史上 有了第一个太后 李悦开始了长达四十亿年的执政生涯 史称宣太后 如今那公子记已经登基了 我们忙活了这么久 全是在为他人做假衣裳 我们的运气算好的了 不知这芈月是一时顾忌不上 还是有别的顾忌 竟然没有即刻追究我们 给她下股的罪责 按理说 芈月和我们结缘极深 就算不即刻拿走我们的人头 也应该把我们打到夜庭冷宫去 谁料却把你我放在这披香殿 也不知道它是什么打算 她那是欲投鼠而忌弃 不得已而为之 这是为了收服人心 只要华哥哥和朱公子们继续拥兵自重 我想芈月就不会即刻动咱们 看来我们的指望都在华儿身上了 夫人 五王后 她来了 谁来了 惠后 芈姝 她来干什么 惠后来了 惠后可是宫里的老人吧 莫非连规矩都不懂呢 到我这儿横冲直撞 也不事先通报一声 真是一场大梦 先前五王后怀胎十月 信誓旦旦说是荡儿的骨肉 原来只是儿心 姑母 惠后当真还惦记着那孩子呢 真是好笑 那 这就是你的孙儿 我 卫已 这就是你干的好事 好歹大王是你的夫君 惠后 大王不在了 我跟姑母总得寻条活路吧 臣云也好 将领也报 可你们不能去害公子壮 我们哪里有害公子壮 我们只是派人把他送到华儿那儿去了 若不是你一心想独揽大权 硬要立公子壮为大王 还使尽手段 想除掉我华儿 我们也不会出此下策 你们自以为得计 到头来帮了谁 公子华吗 如今登基的是蜜月的孩儿公子祭 鱼不可及 众臣们拥戴公子祭登基 那也只是权宜之计 朝政未稳 人心未定 谁能保证就没有翻盘的机会了 咸阳城外与朝堂对峙的十几个公子当中 最出色的就是我华儿 过些时日 这咸阳城还不知道是谁的天下 你只有一个公子华 而其他公子呢 别忘了 我才是先王后 先王所有的孩儿 都是我的孩儿 宫中哪个公子要登基 那都得我守肯 更何况 这宫外边还有十几个想争夺王位的公子 我说离谁为王 谁就是王 离术有别 即便你养育公子华三十多年 也抵不过母后儿子 你再拖大 也拖不过先王 公子祭 他可是有先王遗诏的 大不过先王这话不假 可你怎知道 那遗诏不是伪造的 那遗语伪造遗诏 罪不可胜 从今以后 国之要政 就要拜托初离子和雍大人 你等重臣了 微臣不堪 朕坐于宣氏殿 如坐针毡 纵目望取 大秦内忧外患 国势崩溃 如今是强敌环似 百废待兴 而新王弱小 势担利固 你们看 该做何打算才好 武王当在位时 关闭四方馆 只用匹夫满汉 弃用贤良之才 诸公子之乱 又让上军当年所立秦法 名存实亡 军队分成无数派系 国家连年外征内战 人丁减少田园荒废 最大的政结是 有位储赵寒烟等国军队 住在寒谷关外 只等瓜分秦国 依微臣看 前不久 卫楚寒三国 就偷偷派人前往雍城 与公子华密谈 有诸国在公子们的后面 煽风点火 想让造反的公子们 掩齐息鼓 只怕得大费周折 列国本打算让我们秦人 一味自相残杀下去 然后不费吹灰之力 便可瓜分秦国 但如今新王继位 他们的如意算盘落空 自然是要赤膊上阵 如此看来 这内忧外患彼此息息相关 可眼下秦国 的确是千疮百孔 重伤垂危 我不能再让他 经受风雨和战争 秦国渴望休养生息 可列国 却不肯给我们这样的机会 如此看来 先对付这五国强敌 那便是重中之重 驱散了寒谷关外的虎狼 我们便可腾出手来对付内乱 而诸公子身后 没有了列国的唆使 这闹市的心性 也就会小了许多 你可回来了 你可回来了 你这模样 好似已经几年都没见到我了 是啊 你在这宣氏殿一待就是一日 我都来了好几趟了 也不见你的影子 宫中事物繁杂 百废待兴 我也是身不由情 累了 来来来 坐下说 你们这些秦人哪 无趣得很 有什么事情处理不了 放在我们草原哪 谈得妥就一起喝酒 谈不妥 上罢开战 有什么事情处理不了 万事都这样简单俐落就好了 好嘞 今日那些伺候芈叔的内侍禀报说 芈叔突然兴起 跑去披香殿了 她大概还惦记着五王后的假肚子 给她争王位呢 要是知道了真相 她大概把五王后和魏夫人都恨苦了 这做梦做醒了 总会有点心痛 你们先前这个秦王啊 也算个好汉 但眼光不行 养了那么邪恶个恶婆娘 有几个女子做女儿家的时候 不是冰清玉节的 可到了这后宫 就举话为止 这里看起来花团锦簇 却是最荼毒人心的地方 天寒地冻 膳房特地给惠后熬了些肉羹 往惠后保重身子 辛苦姑姑了 奴婢告退 惠后 既然做了 那就吃点吧 惠后 你看 我以为甘茂弃我而去 看来她还是识时误的 依婢子看 甘茂这人是脚踏两条船 樗里子等人在背后捣鬼 她从未事先对惠后提醒 公子稷登基那日 她又临时倒戈 什么东西 臣子们的忠心 是要有代价的 当日甘茂以为大势已去 一心想着潘新主子的高枝 只可惜 她在敏玥那儿是热脸贴人家的冷屁股 回头想来 还是我这条船更为稳妥 如今有了出宫福节 卫言又写了亲笔信给公子华 杜锦也联系上了公子华 我们可以离开咸阳了 月儿 怎么了 咸阳 芈姝那个恶跑娘她跑了 芈姝跑了 据说 这两日她一直闹头疼 把身边伺候她的人全都赶走了 今日侍女给她送晚膳的时候 发现那居室里已经空无一人 她的铁身侍女珍珠 也跟着一同不见了 是我疏忽了 芈姝在后宫经营这么多年 有不少人得过她的好处 不仅是甘心被她驱逝 还有期望她曾应许的荣华富贵 她这一跑 只怕在外面又要兴风作浪 月儿放心 我这就去把她咯咯婆娘 给你抓回来 晚了 都已经过去几个时辰了 不知道她去了什么地方 更何况 眼下咸阳城中兵力空虚 我已派魏冉去了寒谷关 集体原来的守将 剩下的禁军里头 很难知道 有多少是真正的自己人 月儿 既然如此 就由我们义渠人与秦军 共同把守攻进 保你安枕无忧 是你 干相可是心浮气躁了 您怎么来了 你不知道 朝廷正满咸阳在抓你吗 对了 对了 惠后眼下如何 放心 此刻惠后正在雍城公子华的驻地里 安然无恙 正是惠后叫我来给干相问安的 公子华 公子华与惠后总算联手了 世间没有永久的对手 也没有永久的朋友 公子华需要惠后这个母后 助她走上宣誓殿的王位 惠后要靠公子华的实力打回咸阳 彼此各有所需 当然 那个米八子 也不是个容易对付的敌手 今后 米八子这个称呼 不能再提了 是啊 如今 要叫太后 太后 这个前所未有的称呼 叫得长吗 杜将军 此言何意啊 芈月当了太后 重用出礼及雍锐司马错等人 冷落干相等一干旧臣 干相不会没有怨对之心吧 惠后和公子华视干相为公骨栋梁之臣 此刻惠后和公子华正在雍城等着干相呢 我留在这儿 有留在这儿的好处 盐香 眼下还不是走的时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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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见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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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李坐吧 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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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后已经赐座 我还是不做了吧 叫你做你就做 眼下 我们与咸阳那边的战事 陷入了僵局 我找你们来 就是想看看 你等有何高见 当日父王杀商鞅 而不废心法 而今在朝中 支持芈月的那些人 有很多都是在 心法实施以后 而得以提拔的重臣 心法废除旧的 是轻是弱 以军功大小 定王族身份之高低 那些没有军功的 宗室儿女转眼落魄 对此 甘茂等旧臣 和宗室舊族 早已耿耿于怀 假如 我们宣布在秦国废心法 而恢复舊制 如此可以得到 各郡县原来封地 爵位被削了的舊族支持 亦可打击在朝中 拥涌立芈月的那些臣子们 兄长 高瞻原主 高瞻原主 好 那就照王儿说的办 当日 我已在自己的封地 恢复了旧致 深得救足人心 若真在全国恢复旧致 倒真是可以降者云集 但这全面回复旧致 重新分封 是要朝廷扳指的 我是先王正起 众公子嫡母 眼下 我们的朝廷 就设在这旧势力最强 曾是秦国几百年 救国都的雍城行宫 储君 就是你公子华 所谓天时地利人和 我们扳指 名正言顺 明月等人伪造一诏 当天下诛 只要旧族当中 愿意跟我们走的 立即宣仗下去 恢复他们旧日绝路 世袭代代相传 如此一来 只怕秦国真的要乱一阵子了 乱了好啊 乱了天下 蜜月母子就能早日赴死 等我重回咸阳宫 我定以嫡母之位 封你为秦王 多谢母后 下去吧 慧后 您当真要祝公子华为王 自然当真 你看那没出息的公子壮 这才到公子华身边被调教几日 就一副心甘情愿做应生虫的样子 真是枉我当日 想立他为大王 看走了严 不过 我不光打应了公子华为王 也应允了紫悬 紫封等人 到头来 还得看他们个人的本事 此刻看来公子华是十心十意愿被慧后所驱使 他是想一呼百应 一夜杀进咸阳城呢 不过他的心思 倒也合我的心思 可公子华跳得这么凶 芈月会不会泄愤 按捺不住杀了魏夫人 杀了有何不好 那芈月一直摁住不肯杀魏妍 是因为他投鼠忌器 那魏妍与魏仪 与我深仇宿月 魏妍肯写信给公子华 让他与我联手 还不是想借我之手 扶公子华上位 可公子华要一上位 那魏妍等人 还会对我感恩戴德吗 芈姝逃到雍城 与樱华联手诏告天下 另立朝廷废除新法 给施了权势的宗室旧族们 恢复绝路 并散布谣言说一诏有语 这么一来 可有些人要蠢蠢欲动了 苍蝇驱邪 必会有人助纣为虐 但天下有识之士 不会情愿跟他们走的 造反的公子都是先王之后 芈姝又是先王的嫡妻 他们抱团的确是大秦的心腹之患 公子们造反并非都是情愿 公子华与他们结盟 也并非都是牢不可破 当日武王荡猝死 王位空悬 芈姝弄犬 有的公子觉得不公 奋起造反 如今王位已定 朝廷不妨给他们 指一条更好的路 我已经书信给过去的旧友 请他们进宫做客 照理讲 有一个人 今日就该到咸阳了 太后 您看谁来了 臣妾为常侍 拜见太后 两位姐姐折煞我了 快请起 谢太后 姐姐们坐 仙儿 惠儿 快去烹茶 是 坐 太后 二位夫人 许久未见 当好好叙叙酒 雍蕊就不打扰了 告退 只听说姐姐们答应回来 没想到这般快就到了 与太后几年未见 实在想得很 姐姐这几年 住在公子池那边逍遥自在 远离咸阳的是非 能把姐姐请回来 真是不易 池儿虽孝顺 可我在那边 整日也是闲暇无事 实在烦闷 正巧太后邀我回宫 恭敬 不如从命 两位姐姐待我一贯真诚 能来看我 着实让我高兴 先王过世时 穆辛被敏姝手下所害 亏得唐夫人冒险救下 请太医疗伤 穆辛还一直为谢过姐姐 汤夫人 我快请起 太后妾身惶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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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后妾身惶恐惶恐惶 这比唐姐姐我就差了许多 妾身从不敢冒险得罪谁 只能暗地里做些小事 透个消息 行个方便 只盼着若是在我失失落魄时 别人能看在我素日善心待人的份上 不做见我便罢了 魏姐姐何必客气 宫中的明白人不多 魏姐姐却是其中的一个 魏人善谋 我将来以众魏姐姐的地方 还有很多呢 当年 米术社稷 用几个桃子挑拨朱公子 逼迫他们返出咸阳 如今大局已定 该是朱公子们霸占西兵的时候了 不知对此魏姐姐有何看法 秦国内乱 民不聊生 驰儿早就有暗兵肃甲之心 只是不知如何取得朝廷信任 公子持名礼 又是出了名的孝子 一贯听从姐姐劝告 若愿意 率兵归附朝廷 那大王将特意表彰 以此鬼误犯事 说不定 可借此逐渐平息朱公子之乱 谢太后如此瞧得及往 妾身不日即刻返回池儿封地 将太后之意转告池儿 定不负太后之托 魏姐姐 你真是帮了芈月的大忙 另外 唉 堂姐姐 你在宫中的人缘最好 与公子庸的母亲又是表姐妹 不知是否愿意出面劝说 公子庸 母子归降 既然太后信任 臣妾愿意一事 那就拜托堂姐姐了 谢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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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岂有此理 简直是闻所未闻 我大秦恭敬 怎么可以让那些敌容之人来把守 我大秦臣子 又怎么可以让一渠人随意搜身 太过分了 我们手头的兵马都吊血平乱了 眼下这恭敬守卫之事 实在是捉襟见肘啊 这蒙将军啊 说得甚是 再怎么说啊 也不能让胡人在宫里胡作非为 这一眼望却啊 简直成了嫡容人天下了 甘相此话不妥 义渠 在先会闻王之时 就是我大秦的一部分了 此刻你张口胡人 闭口狄容 岂不是要把他们赶出去 紧急郡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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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子华纠和公子轩 公子锋和公子少官等八位公子 以奉惠后之命为由 欲禁逼咸阳 讨伐大王和太后 韩谷关外的各国兵马 也与众公子遥降呼应 蠢蠢欲动 有魏冉在 我不用担心韩谷关 谋反公子的兵马 离咸阳还有多远 公子锋的兵马进展最快 离咸阳大约还有五日的路程 诸位爱卿 你们看 该如何应对 照理讲 兵来将党 水来土掩 但眼下 咸阳空虚 实在兵力缺乏 是啊 对方人多势众 来势汹汹 我擎军 缺兵少粮 这蒙虎 他也挡不住群狼啊 臣以为 既然是群狼来犯 就该先击退领头狼 公子轩在众公子当中 那是出了名的狂妄自大 需要好好教训他一番 虽说眼下咸阳空虚 但不该忘了 我们还有一支精兵猛将尚未动用 义渠勇士一贯是骁勇善战 忠诚于大王和太后 不如请他们上阵 痛击来敌 义渠勇士 曾为国本归正立过大功 近日又协助守卫攻进备偿辛苦 俗话说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义渠勇士的长处在于沙场征战 把守攻进的确可惜 义渠君 此番你若能战胜强敌 我后方自然无忧 太后放心 义渠人 并不辱莫使命 白将军 朕派你为义渠先锋 协助义渠军作战 记住 一定要打腾他们 臣 白起领之 那 韩谷关的各国联军 该怎么办 天下兮兮皆为利来 天下攘攘皆为利王 诸国的兵马 无非是为了利益而来 诸公子身后都有各国的势力 谋反公子能够给他们的 我们也能够给他们 可惜 张仪死了 秦国 再也没有像张仪那样的 变才无双之人了 那太后的意思是 带我请各国使臣 前来咸阳议政 拜见太后 拜见太后 五国使臣已经进宫 既然他们对我秦国各有企图 只怕没有一个是好打发的 如何应对 对 朱卿可有高见 诸国邦交错从复杂 只能酌情处理 则善而走 那哪位爱卿 愿意不辞辛劳 担此重任 与列国使臣交涉 这少一句 就是丧权辱国 这多一句就是惹祸 调弃事端 兵连祸节呀 既然如此 既然如此 那就由朕亲自出骂了 樗里子 臣在 召使臣进殿 敢问太后 先召哪国使臣呢 自然是先亿后难了 先召燕国使臣 苏秦吧 太后有旨 请燕国使臣 各位 苏某先行一步了 好 请 苏先生请 苏先生请 请 燕国使臣苏秦 拜见太后 苏相不必多礼 请起 赐座 请 苏相 苏相 请上座 谢太后 我